好那咱们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专门的说一下有QM 首先QM是什么东西虚拟化产品 虚拟化产品 虚拟化技术不是现在或者是前几年才有的 是十几二十甚至是三十几年之前就有了 然后最开始用这个虚拟化技术的是谁呢 是这个IBM IBM70年代 到现在差不多四五十年了 到现在差不多四十五年了 然后当时的这个虚拟化技术之所以出现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服务器的性能浪费 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呢碰到的很多应用 基本上不会说把你整台物理服务器所有的资源全部都占满 有的是CPU占满的 有的是内存占满的 有的是硬盘占满 但是总归其中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呢 并没有占满 比如说你一个外边应用服务器外边应用服务器用的主要的不是 是你的存储啊但是你的存储呢 我们可能有240G或者是512G 然后你只其中用了十几二十G就算你用了100来G还控制很多 然后你的CPU也一样 CPU在平时访问量比较少的时候全部都是处于空前状态 就跟你现在你自己的笔记本的CPU一样 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基本上是空前的 那所以为了解决这种资源浪费的问题啊 然后就有人研究了这种虚拟化技术 那我们所谓的虚拟化技术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最大的 最大化的去利用你的计算机资源 所以当时的这个虚拟化发展的非常快啊 当时的虚拟化发展非常快 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整个的这个虚拟化技术是没有一个统一方案的 没有一个统一方案的 然后后来随着什么呢 随着我们这个虚拟化技术的发展 就有了很多分类 首先这个分类呢有大的分类有小的分类 我们现在的这个虚拟化技术的分类 并没有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因为现在的虚拟化基本上属于什么呢 基本上属于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操作系统 它属于各种类型的操作系统的一个综合 操作系统 那我们的虚拟化技术也是这样 你随便拿出一个虚拟化产品 比如说Wenware Workstation 或者是Wenware的ESXI 或者是Oracle的OAM 或者我们现在QM 全部都属于什么呢 全部都属于这种综合性的 就是它又是这一类虚拟化 又是另外一类虚拟化 你就不能把它简单的分类为哪一类虚拟化了 所以我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这个虚拟化的技术 了解 知道一些你必须知道的重要的东西就OK了 然后第一个比较大的分类 就是从虚拟化技术本身来分类的话 我们分为平台虚拟化 还有资源虚拟化 还有应用程序虚拟化 像我们平时这三类虚拟化全部都能用得上 而且你一直在用 可能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Wenware Workstation 那就属于平台级的虚拟化 它虚拟的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操作系统 整个的一个操作系统 那我们这个资源虚拟化的 比如说你的虚拟内存 你的系统里边直接是有虚拟内存的 然后这是什么呢 这是专门的虚拟化的某一部分硬件 然后还有还有什么呢 还有应用程序虚拟化 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终端 我们经常把它叫做虚拟终端 那虚拟终端其实就是假终端 因为真终端是硬件的 没有计算能力的硬件 你现在只是一个应用程序 叫Normu Terminal 那它只是一个软件 还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游戏模拟器 什么全黄酒吧 这种东西都是属于什么 都是属于应用程序虚拟化 因为我们那些游戏机 属于大型的硬件设备 你现在跑到你电脑上 那就是一个应用 这种东西就是应用程序虚拟化 了解知道就OK 然后再往下走的话 就专门的平台虚拟化的细分 平台级虚拟化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平台机虚拟化用的是最多的 平台机虚拟化用最多的 从这一块的虚拟化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的YM2QM 相当于这些虚拟化分类的一个综合体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操作系统级别的虚拟化 所谓操作系统级别的虚拟化 指的是所有的虚拟机 全部都共享宿主机的内核 什么叫做宿主机 就是运行虚拟机的操作系统本身 它起着一个宿主的作用 其他所有的虚拟机 就是作为一个客户机 寄生在这台机器上 所以我们被寄生的这台机器 我们称它为宿主机 然后宿主机上安装操作系统 我们称它为宿主机操作系统 那我们在在第一种虚拟化的分类里边 在第一种虚拟化的分类里边 所有的虚拟机全部都是共享宿主机的内核 共享宿主机的内核 比如说 openwayz 我们在工作当中 偶尔你还会看到这种虚拟化产品 后边我会给大家说更 说的更详细一点 因为现在我们还能花钱买到这种东西 然后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部分虚拟化 部分虚拟化 除了操作系统级虚拟化是共享宿主机内核以外 其他的所有的虚拟化分类 全部都是一个虚拟机一个内核 一个虚拟机一个内核 那我们下边这个部分虚拟化 它是什么呢 它是指模拟你底层硬件的部分硬件 有一部分是没有模拟的 就是只虚拟化了一部分 这种虚拟化的缺点呢 非常明显就是你的操作系统必须得修改 就是你原生的操作系统 你是不能用在这个半虚拟化 这种部分虚拟化上的 那么还有一种叫什么呢 还有一种叫全虚拟化 你像我们现在用的kym 全部都支持全虚拟化 全部都支持全虚拟化 所谓的全虚拟化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几乎你所有的硬件 它全部都模拟了 但是全虚拟化带来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gastOS 所谓的gastOS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你的客户机 就是你平时装的虚拟机 我们称它为客户机 gastOS 你gastOS实际上是运行在非特权模式下 所谓的非特权模式 指的是 类似于咱们平时用的普通账户 你既然是普通账户 有些操作你就操作不了 然后需要有特权账号 才能操作的这个东西呢 你就不能操作 那像我们的gastOS 在操作一些底层硬件的时候 有一些底层硬件 它的权限要求非常高 它就操作不了 那操作不了怎么办呀 因为它最终操作的还是最底层的硬件 那这时候它就报错 故意报错 凡是碰到我没有权限去操作的硬件之后 我就报错 报完错 我在gastOS上装的管理虚拟机的软件 这个产品就去干什么呢 就去把它这个错误处理掉 处理完了之后 把正确的结果再返还给我们的gastOS 它是采用这种方式 这种叫做什么 这种叫做全虚拟化 那么还有一种虚拟化呢 叫做半虚拟化 或者叫超虚拟化 一定要记清楚 超虚拟化 半虚拟化和部分虚拟化 不是一码事 超虚拟化就是半虚拟化 半虚拟化就是超虚拟化 但是它们和部分虚拟化完全不一样 我们超虚拟化 也就是半虚拟化是我们迄今为止使用最多 使用的最多的也是现代产品的主流虚拟化的分类 比如说你的VMware你的你的QM全部都支持超虚拟化 也叫半虚拟化 我们我们之所以之所以选择QM我选择VMware 就是因为他们的虚拟化技术比较先进 OK 然后还有一种叫做硬件辅助虚拟化 其实咱们现在用到的虚拟化 基本上都需要什么的 都需要硬件的辅助 就是你CPU的支持 如果你CPU不支持虚拟化 那你在这台机上基本上是装不了这些产品的 对啥都干不了